忍辱圣过怨恨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忍辱圣愿 善圣不善 圣者能失 真诚圣妻 所谓忍辱圣愿 如过去阿蛇是王极杰四种兵 前往攻打蛇未成 而波斯逆王也集结四种兵迎战 结果波斯逆王大胜 升勤了阿蛇是王 并带到世尊的居所向世尊说 阿蛇是是我子子的儿子 他叛逆无道 恒兴恶意出兵来攻打我国 我跟他本来无怨无仇 是他兴起怨仇 本来无争斗 是他挑起斗争 我赦免他的罪 放他回去他的国家 是因为我大子的缘故 这就是忍辱圣过怨恨 所谓善圣不善 是指没有功德的人 往往喜自夸说 我知道的很多 你知道的很少 实际身无技术 却自称有技术 实际胸无策略 却自言足智多谋 但是到临头就愁愁不前 若遇见智者 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 就像没有神识的行尸走肉 所以智者劝人广学多文 学习是心定神明的宝宅 心意自在四处通达 是由于学友所成 经营家庭 建立法治 几度邪非 都是从学习而来 所以说 善圣过不善 所谓圣者能师 圣者是指战胜千贪心念的人 人如果没有培养道德 往往极度心重 见不得别人好 看到有人不失财祸 就觉得很可惜 常常有这样的念头 我若将财祸不失给别人 将来能有什么回报 只有建立不失信念的人 才能做不失 不选择不失的对象 也不会要求回报 即使门前 习讨者再多 也不会有所禁止限制 也不会分别远近亲书 而一视同仁 所以说圣者能不失 所谓真诚圣妻 是指真诚修行的人 在宗亲家圈 及所在之处都受到称阳 无人不知 妄言邪语之人 人人不喜见 人人憎恨 所以说真诚胜过欺诈 典故摘自初药经卷二十 惠品二十一省思 所谓忍辱圣愿 善圣不善 圣者能失 真诚圣妻 行者日用中应自我行事 是否能于逆境中安忍 而不生怨恨 精进学习而不空腹高薪 广行不失而不牵令 常说真诚语而不妄语 以此实时警惕 造业必能日日向上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